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员头顾杨天迪 今天是1月12号礼拜五 台股在今天大涨 大涨的主轴来自于哪里 大力光嘛 大力光 大力光拉到了涨停满 有很多人在问一件事情 大力光在礼拜四下午的法说会当中 那么他所释出的讯息 他这样说的 去年第四季的毛利率71.68 那基本上是比第三季增加了4个百分点 然后呢 然后就是可是今年的1月份会下滑营收 2月份会比1月份还差 很多人就搞不清楚了 那到底应该先反映那个去年第四季呢 还是反映今年的营收下滑 完全不用担心 我讲给各位听就知道 如果今天大力光在6千块 或者5千块的高档 那你释出这个讯息一定打跌停过的重挫 对吧 问题是大力光从6075杀回到3720 3725已经跌掉了将近五成 四成多将近五成 那我问各位 你应该先反映什么 他已经反映他的营收的下滑 所以股价修正回来四成以上 然后呢 因为去年第四季没有想象中那么坏 所以他的一个今天的涨领板叫跌升反弹 对 1月份2月份的不好 大家都知道啊 因为苹果派进入淡季不是吗 可是苹果派有没有经过大修正 有啊 有啊 所以呢 大力光的反弹 拉涨领板我很意外 但大力光的一个反弹 用涨领板来宣示的话 是不是代表下个礼拜苹果派要动 很多人 今天苹果派没动 苹果供应链几乎没有什么大动作 台俊昨天有稍微拉一下 今天在平盘附近游走 昨天美利有拉一下 今天还开低哦 但是开低又走高 开低走高耶 有没有想过什么问题 好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把它摆在一边 苹果供应链 我没说它要进行所谓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上涨结构 但是因为他们的股价都经过修正 所以在大力光股价往上拉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形成跌升反弹 就这样就够了 因为他们位阶低了嘛 位阶低之后会不会跌升反弹 位阶的高低很重要 很多人到现在还没有搞懂 位阶的高低真的很重要 那为什么很重要 我讲给各位听 今天的大力光拉涨领板 苹果派没有根嘛 谁根了 光学股根了 今天光学股很强 光学族今天非常强 所以光学股根了 很妙 很妙 我问各位嘛 那光学股谁有在赚钱 光学股的位阶很低 光学股的位阶很低 这个盘中这个联谊光还冲到快涨停了 我还真不知道你怎么去追这种股票 因为位阶低嘛 哇杀下来 大力光涨了 所以光学股涨 所以你就进去抢 要抢低位阶 其实我要你去看一个东西 他们到底赚多少 有没有 我让开一下让开 第一季亏两毛 第二季赚0.01 第三季赚0.13 前三季还没损一两平 第四季不知道你亏钱还赚钱 所以我常在讲说 不是股价位阶低 就一定会反弹上去 可是今天的一个动作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今天的光学股的一个转强 有很多原因来到哪里 投机率的回来 但是投机率的回来很怪啊 很怪 我所谓很怪就是 你回到的是光学 可是我看中的是苹盖 苹果派 好 我们以后再来谈这个东西了 我为什么今天苹盖没涨 我称之为延后反应 什么叫延后反应 就是大家心心还不足 所以看到大力光涨 大家第一个想到是光学 所以还没想到苹果派 那苹果派下周会不会动 会 为什么会动 来 我想给你听 这叫延后反应嘛 所谓的延后反应指的是 消息出来了 却没有第一时间去做立即的反应 那是因为市场的人气不足 或者大家都还在犹豫 可是如果后面的结构稳定了 那当大力光在往上走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带动整个瓶盖 往上攻 我为什么敢大胆的预测这个东西 我讲给各位听 我有一档个股 第一档盘了很久很久很久都不动 这档个股叫1597的值得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值得 是这样涨 值得今天拉了上来 值得在礼拜三收盘之后 公布了他12月营收 创下历史次高 好 我带给我看 礼拜三是这样收盘 收在这边 你看可以放大给你看 礼拜三收盘是这样 公布创下历史次高 结果礼拜四 有没有反应 没有 开高手机杀回来 今天反应 没错吧 理论上应该礼拜四就要反应了才对 为什么到了今天才反应 因为今天的人气才回来 今天的市场的气氛氛围才上来 当然这两个股目前看起来比较没有 没有法人也没有 我不知道法人会不会来买 但是比较偏向是随市逐流的 但问题的中心点是 如果它的产业是没有问题 营收再往上走 它的股价会不会回来 值得叫做小上瘾 我跟各位谈过 它做微型的线性化硅 那主要的是 当然更重要的关键在哪里 更重要的关键 这叫产业趋势嘛 工具机这个产业 今年到年底 它的接单动能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一直在跟你谈什么 谈工具机 谈产业的问题 我还告诉你送分题叫什么 上瘾 今天没什么涨 今天没什么涨 我告诉你今天创破断新高 最高已经来到347了 从210块 我开始介绍 开始带会员买起 210 230 260 270 290 300 我都认为上瘾值得买进 到今天来到347 你当然知道我每一笔买进都在赚钱 到347块的上瘾 要不要看一下 你不要看温温的 我拉长时间给你看 从这边买起 一路上来 从去年的8月份 8月1号吧 我看一下是不是8月1号 7月31号 7月31号 从去年的7月31号买起 一路上来 一路上来 到今天创破断新高 从200亿涨到347 我还是报老当中 抱着 为什么抱着 因为我知道他还要涨 这叫送分体吗 因为今年的工具机的产业 非常的旺盛 好 就好像我再举例了 我举个例子一样 如果你交的女朋友或男朋友 你知道将来他会形成这个富婆或富翁 你会不会放手 不会嘛 当我知道上瘾未来还要涨的时候 我会不会放手 我不会嘛 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点 很多人到现在搞不太清楚 每天要跟你拼涨一半 我不用 我只要稳稳的买进之后 把它报了就行 报一个大波段 很多人在问我一个问题了 老师你给上瘾30倍的本益比 因为去年的上瘾大概赚10块钱 我们预估最多就是10块钱到11块时间 只赚10块 所以300块给30倍本益比 我都认为合理嘛 所以我会买到300块的原因在这边 但是我给稳帽的本益比 30倍就超涨 为什么 为什么 很多人到现在还没有搞懂 去年的稳帽大概也是赚 大概接近10块钱左右 好 那300块以上的稳帽 我一直叫你不要买 不要买 不要买 有没有 我告诉你 你超涨超涨超涨 你有没有听话我不知道了 你买了就一定套了 我知道的是你买了就一定套了 今天稳帽收盘叫252 有人问 因为有会员在问 老师 那我们当时在买稳帽的时候 是123块 然后稳帽涨到了300块以上 你却告诉我们说不能再买 原因在哪里 那为什么上瘾从210块到300块 你都认为可以买 不是同样的30倍本益比吗 完全不一样 我问各位 产业的趋势重不重要 重要 我先告诉各位 稳帽的高点叫做340块 稳帽的高点叫340块 今天剩下252块 跌掉了90块 跌掉90块快100块了 一张损失 如果你追到高一张损失叫做 这个将近10万块赢9万块 10张叫90万 为什么稳帽就不能够像这个上瘾一样 30倍本益比都合理 原因太简单了 工具机叫做智慧自动化工业4.0 未来物联网 包括面板扩产 包括了这个半导体厂扩产 都需要用到工具机 这个产业里面的线性滑轨 滚珠罗干 以及机器人 单臂机器人也是一样 这个手臂机器人也是一样 所以我想这才是关键 也就是说上瘾的趋势 它的产业趋势到未来 不只它接单到今年年底 未来5年或者未来10年 各家的工厂都要用不是吗 但是稳帽做的是PA功率放大器 现在的PA稳帽为什么那么厉害 是因为它是3D感测 它是苹果的3D感测的供应链 因为它的大客户打入了 苹果的3D感测 对 这3D感测龙头 那我问各位 你的手机有没有3D感测 除了iPhone X之外 最近吹出的iPhone X iPhone X 除了那个手机有感测之外 你其他手机有感测吗 没有啊 将来或许或许大家都会用 我同意这一点 问题是现在还没那么快的情况之下 当你现阶段股价已经冲到了300块 本益比已经来到了30倍 我剩下要看你什么 看你EPS有没有拉上来嘛 对吧 看你的EPS每股获利有没有拉上来啊 如果没有 然后我再问各位一件事情 因为PA的用途 当然未来VR车用都要用到PA 但问题的中心点是 现阶段它的股价涨上去之后 后面会产生什么问题 好了 上半年的淡季叫做苹果派 没错啊 大家都知道苹果派是上半年的淡季啊 对 然后呢 文贸上半年会不会沉寂一下下 如果会 你追到高点340块 不修理你修理谁啊 可是呢 上营的部分 今年除了二月份有可能因为放假天数比较多 农历春节 其他的时间都会满载满载满载的一个运作 我问你上营有没有淡季 没有淡季啊 所以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已 但是文贸我再强调一次 现在不好不是未来不好 他只要修正完他的本益比之后 我就会看好了 懂我意思吗 就是他现在本益比我认为太高 所以你修正回来之后 你未来3D感测下半年又起来 我搞不好5月份又来买 我去年5月份是5月11号买文贸 我当时买是123 123块 后来涨到了340块 所以你回头想一件事情 如果他再回来到5月份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有机会 再找机会 4月底5月5月初 我会再把文贸买回来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操作方式 当你了解到这样的方式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该怎么来操作 所以我想不管如何 就是短线的操作跟中线的规划 一定要想得很清楚 那我认为后面大家要去做的 下礼拜苹果派会动 车店会动 然后呢MCU会动 那我想这三个方向 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做参考 也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明天时间 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明明